我说人为什么要进入台湾 人活得好好的 他为什么要进入台湾呢 到底是为了要写历史啊 写什么历史 写自己的历史 写自己和大家生活的历史 写经验和体验的历史 写感受深刻的历史 写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历史 什么样的历史 才叫写得好呢 写得漂亮 写得潇洒 写得清除 写得得意 写得精彩 写得出色 写得深情 写得智慧 写得语妙绝伦 无语伦比 写得历历在目 无怨无悔 写得引经据典 以武一经 写得瘟疫在盗 流芳百事 写得惊天动地 鬼哭神嚎 写脉膨胀 写得地动三摇 正骨硕尽 无往不利啊 哎呦我的天啊 是谁这么会写历史啊 好了 就是我 李星文了 在台湾的故事 今天就要从高雄港的外海 出发咯 我想要写一本书 写一本记录 台湾在地精神的书 我在找一个人 找一个身处于 现代化国际海港城市 却依旧坚持传统 吃苦耐劳的 驾杠在地人 出发总要有个方向吧 走 就跟着大准里杠 一块记录全台湾 首屈一指的国际港都 在高雄港的外海 正在高雄港的外海 正在飞去银鱼艾沙 外国际的大货轮 进来到高雄港 没有错 我就是李星文 你现在只收看了 就是在台湾的故事 事实上 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衣服 去找到台湾在地的精神 今天我在那边呢 你就责务房贷 张德果浪呢 带你大家一起来找寻 高雄港的在地精神 现在找寻呢 你是旧身达总城的高雄呢 那我们一起去找寻他们 独一独的乐的在地精神 虽然说高雄市是全台湾 仅次于台北的第二大都市 却也是全台湾第一大的 国际海港城市 而这样的一个亲近海洋 拥抱海洋的国际性港都 想必其内在所蕴藏的在地精神 一定也像海洋一般的深水 而丰富吧 今天 我就要在专业领港人的带领之下 登上高雄港外海的外籍大货轮 跟着大准里港 展开我这一趟寻找高雄在地精神的任务咯 谢谢 高雄站在四旁 站起来 线线13 好的 国际海港你刚刚跟他讲什么 我说我们已经出发了 准备大概10到15分钟以后上船 叫他到临港再等我 然后临港提准备在下风就是左边左旋 我觉得以前临港人好像是长得很有黑 像个渔夫一样 在这个小船上面指挥来指挥去 我感觉那个工作好像很简单 事实上这次我完全改观 完全改变过来 而且看我们这个湖灵港啊 不太像 反正算一个专业的这个飞行机司啊 机长 然后呢他的态度和修养 让我觉得他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临港也是叫Pilot 对啊 Pilot 就是飞行员的意思 我们 我们是叫Hurber Pilot 海洋的Hurber Pilot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位Hurber Pilot的带领之下 登上一艘俄罗斯船长所驾驶的三万顿级大货轮 据胡林港说 在这艘长两百公尺的大货轮上 总共只有二十一名船员 不过人数虽然少得可怜 但船舱内的设施和配备 比起五星级的大贩链来说 可是一点都不逊色 光是这一点 就让我迫不及待想登上这艘大船 亲眼见证这艘五星级的俄罗斯大货轮 这个就是我们要登的船 看旁边有那个沉梯 平常风浪要很大的话很危险 今天风浪只有三四级 所以还好 那个沉梯就是我们要上的船 听说船上的一些设施像饭店一样 货轮有跟饭店一样的设施 就是觉得蛮欢迎 我要去看一看 想看一看外籍大货轮的真实风貌 可得先通过登船的这个惊险的关卡 只见胡陵港轻轻松松的一要二上 三两下就登上了大船 我想登船的惊险对于我来说 应该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吧 出发总要有个目标嘛 等我上了大船之后 我们跟着大船进入高雄港 接下来我们就要拥抱高雄市了 走 起来以后 起来以后 好 上 爬那个梯子以前我们在 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训练过了 他这个这个 我知道这个上来的时候才能踩上去 你不能下去的时候再去踩 那很危险 如果你这样下去的时候再踩 他这个船突然上来 你就会被夹到或夹断腿 好 我们正式登陆的那样的船了 请把护照拿出来 这个船等于是别人的国籍啊 这个 别人 别人都有管辖圈 好 我们跟着胡陵港去 来 欢迎高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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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感觉可以说是十分的五味杂成啊 因为这个 这么多的外国朋友呢 然后呢 在这个别人国家的船上呢 忘了自己的家乡啊 忘了自己的那个家乡 那高雄市啊 这个感觉十分的特殊啊 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货轮 然后呢 忘了 从在这个货轮上面看着这个高雄港啊 很有意思啊 我还算是再上去看看更有意思的事情 这边有楼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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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没有想到货轮上面跟我想象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啊 你看看 你看看这么干净 It's very clean Yes 好干净啊 哇 而且 真的不像在海上 我现在居然是在海上 想看得出来啊 对 我的柯板印象里面 一般的货轮大概能装货就装货啦 不会为那个船员设想到这么周全啊 它的那个每个地方比如说它有那个健身房 有三温暖 还有游泳池 还有医院 还有各种那个图书馆 试听室 会客室 各种设施都有嘛 我觉得这个跟个五星级饭店嘛 哦 没想到他们在福利上面做得也很棒 所以呢 我觉得在上面的船员其实是蛮幸福的 蛮幸福的 这个你问我说要不要在船上待船员呢 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 其实一两天啊 一两个礼拜可以啊 你叫我两三个月在船上我动不了 我可能不会考虑 我可能不会考虑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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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高雄 欢迎高雄 谢谢您 欢迎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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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啊 我都疯了 我这是整个外国人的 对 我不知道怎么讲 Mr. Lee 从电视台上 我觉得东欧多人应该很酷的 就是这个俄罗斯人很酷 然后胡子啊 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船长 流流的胡子好像斯塔琳 船长的外表虽然很酷 但内心却相当的热情哦 不过由于目前正是 爪准里杠的关键时刻 看到八支湖船长和胡林港 都是一副小心翼翼 谨慎异常的模样 我看我还是先别打扰他们 自己四处走走瞧瞧 搞不好还会有新的发现 新的乐趣哦 他说这只鸽子是从香港一起飞过来的 从香港 跟着这个船一起 你来到台湾啊 这只鸽子是从香港来的哦 Made in Hong Kong Welcome to Taiwan Touch S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sorry, it's okay 大货轮在胡林港的引导之下 终于顺利进港了 看着岸边欢迎力临高雄港的标语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我想这种心情 或许就是每一个淘海人 我们在经历与大海搏斗之后 终于回到了故乡的港口 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和感动吧 要停进来一艘船 不是这么简单 他从外海 他从进来港口 就开始在调整 一直调整 慢慢调慢慢的 不是说你进来就可以停 不是车子 你进来这边体型太大了 慢慢调整 慢慢调整 你现在要调整到这个距离 到这边让我感受到这个高雄在地人的精神 专业的精神 大货轮缓缓地靠岸了 码头上顿时也热露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群策群力合作无间的景象 我想大船入港的内在精神 绝对不光只是为了蓬勃高雄港的商机 这般的肤浅吧 他应该还凸显了一种高雄人在地的气魄 一种无私无我 心胸如大海般宽阔的在地精神吧 好 谢谢啊 福音港 这次跟你这么一上来 我真是大开眼界 虽然外国的大飞机我坐过很多 可是外国的大船我到第一次坐 谢谢你今天让我开了眼界 大开眼界之余 当然还是得留下记录了 专业的胡林港以及这位俄罗斯船长 谢谢你们让我拥有了大船里杠的难忘经验 其实啊 我这一次自告费勇地来到高雄市 想要寻找的就是一位在骑今 骑了40年三轮车的金花婆婆 或许对许多人来说 做一份40年始终如一的工作并不稀奇 但是在快速边迁的国际性港都之中 却能持续坚守在一份即将落寞消失的行业里 这份执着与任性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 火红的夕阳即将沉入海底 这象征着崭新的一天也围棋不远了 而明天我就要继续出发 出发到其今寻找金花婆婆 我想当面问问她 她的坚持究竟是什么 好 我很惊讶 好像赛场的夫人都是业余的模特 我业余的模特 你可以坐下来跟我讲话 好 你果然是模特 好 你干什么 你有没有ame 有没有 好 早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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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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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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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居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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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雖然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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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